哈喽 大家好 杉杉 今天要试打车在这儿 当当 阿维塔12 但重点来了 对于新势力车企们来说 最走量的往往就是入门的单电机版本 你看这台新出的阿维塔12 除了说还是华为去全域加持支架 标配了三激光雷达 宁德时代供了块 大了数数的94.5千瓦时的三原理电池 长安给到的依旧激进的外观内饰 像这台双电机的12 可要34.08的起售价 但这台要平易4万块钱单电机版本 今天咱们来试一下入门套餐 它到底够不够用管不管保 来聊一下单电机的动力参数 230千瓦 370牛米 那现在零摆时间呢 单电机来到6.7秒 那其实我觉得电池 你想要在初段这个动力调的非常大法 那种窜的感觉是比较容易的 你看我现在舒适模式下 哪怕是一个地板垫的情况下 也不会有那种 哇一下子猛一下蹭下去的那种感觉 所以我觉得它的动力输出还是很绵密 还有线性的 包括说我只是一个单电机版本 我现在开到120 然后我再去给电 还是会有加速的感觉 如果说你再往上 确实会有一个扭力的断崖 你问我单电机版本够不够用 毕竟法规性速度只有120 我觉得是肯定够用的 除非你是要载着这个件去航友高速跑 全系标配的前双插臂后多连干的机械悬甲 但这回不一样了 它比起效要可以选空悬CDT 但我搜一下吧 这个供应商恐灰理想同款 2万块钱 好像有点不太值得 开之前我看这样的悬甲搭配 那开起来估计会像ET5那种比较整人的运动感觉吧 那开起来 我觉得还是比较偏向于舒适啊 但它整个支撑性表现是很不错的 不过呢也能理解 毕竟三方出品有一方是长安呢 最后歪个楼偏题 作为一个女生这台车好不好开 其实车厂5米多我觉得问题不大 但车关1999接近2米 转半径6.25米 确实你看 不管你说一个副驾前边 就那个忙去得好好盼位注意啊 那加上说你看 那现在有城市里边调头位 我来给大家展示一下 我转出去 现在你会发现我都已经转到这个道路的 中间靠右的位置了 所以它确实不算是个特别灵巧和灵活的小车 那这台车呢还有很多标新力的地方 比如说你看这个新型的全新款式的方向盘 好在它很完整 所以适应起来还是很快 但这个电子后视镜我就要狠狠狠狠地吐槽了 其实我们所有试驾同事都在说 这个也太难看懂了 因为你完全不知道说这个距离到底是在哪儿 一万两千块钱去买这个 你会被新的黑科技买单吗 反正我觉得我是肯定不会啊 单电机和双电机版本 除了电器的动力差异还差在哪儿 差在了一个书响套件 比如说后排的隐私玻璃啊 电器门还有7.1.4的全景声音效 但是差了四万块钱 所以这东西对我来说 它都不是刚需的 那再回到我们今天出发主题 入门配置到底管不管保 我的答案显而易见 我觉得亮大 关爆 最后呢 跟大家正式的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双双 那以后呢 将会负责大家 车言论新车板块的试驾还有评测 当然大家如果都有什么建议和意见 也欢迎给我多多的评论指挣出来 当然了 作为一个mixture 我都会说数料共同话 那以后我们就多多见面 还有多多支持我 我们是双双 下期再见 拜拜 好 感谢大家看到这里 以上呢 是我们大台车智能车研究所 对这台阿维塔12 后驱单电机版本的一个实测数据 左边是充电的 右边是能耗 可以看出来这台车 比起之前SUV的腰腰 它的能耗控制明显要好上不少 包括整个电池的容量 其实比起单电机的腰腰 也是要稍微多一点 所以综合整体的续航能力 是上了一个台阶 可以说是没有那么焦虑了